新闻今日谈 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下载PyraAPP 水工电工油漆工 就在您身边 把范汤森凯文和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您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赞助 下载PyraAPP 水工电工油漆工 就在您身边 把范汤森凯文和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您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您好欢迎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政经委 大家好我是Summer 是的今天新闻今日谈的新闻 都是最新最快的 我们刚刚看到在一点多的时候 移民部长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布 是那么对于关于这个捷克毒贩 Summerberg经过一场比较令政府尴尬的暴乱之后呢 现在移民部长表示他是会被驱逐出境了 移民部长Ian Liz Galloway呢在今天说已经向总理 总统Jester Arden就此事做出了盗窃 那么新的信息呢是包括 Summerberg在捷克共和国是被定罪的 但是呢新西兰移民局不知道这一点 说是因为Summerberg以不同的名字来到了新西兰 那么呢现在就说了Summerberg是有权利向移民和保护法庭进行上诉 是的那当然这一次重大的宣布啊 等于是移民部长在一个月前吧 大概不到一个月前左右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啊给了这个就是捷克的这个毒贩 他现在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呢 他携带摇头丸入境纽西兰 当时被法院判五年九个月 那还在监狱里服刑 那当然呢他也提出申请 希望能取得身份了 移民部长在十月中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现在来看是有点草率 他说他只花了一个钟头呢 几百页的文件呢 他只花了一个钟头 他就给了就批了给他身份了 只看了摘要吧 对那当然呢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舆论啊大家就哗然觉得说 哎部长啊你搞不清楚 这个家伙第一啊当年拿了假护照 对不对 虽然很早在2003年啊就混到纽西兰来 对不对 那当然呢你说你给他的理由是因为 他如果回捷克有生命危险 可是他在记录上显示啊 2009年的时候他回去跟他妈 对不对 表示呢没事 对不对 到了2016年呢 他居然走私毒品判五年 这种人呢理论上啊判完刑就应该什么 驱逐出境 你怎么给他身份 那部长那时候呢就就不讲话了 那隔了一个月突然呢今天中午就宣布了 说要把他驱逐出境 是 那这一个月都在看文件了 把以前把一个小时的一些功课 几百月重看一遍 对重看一遍应该是 因为毕竟这件事情闹得也蛮大的 舆论也给他压力也蛮大 因为就 部长对于这个罪犯呢 能够拿到身份有一种特批的权利啊 那当然你会给他身份呢 一定是考虑到 譬如说这个人啊 这个回去可能会被人家 这个以政治犯或者是那种弄死他 那我一定要保护你 你不让给你身份让你不要回去 但这个是毒贩 而且他在捷克进出呢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捷克政府也没说弄死他 对 那你还收他干嘛 就和之前比如说一些摆上桌面的事实 就有点相悖了 对 然后他说这个人呢 因为没有帮派了 又没有家暴了 什么什么讲一堆 那都不是理由 但是他走私毒品这个事情是 对啦 这一件事情是事实啊 因为理论上来说呢 判刑两年以上啊 算重罪 那身份就拿不到了 因为很多人我曾经知道 他在PR转换公民的时候 因为呢他曾经啊 拿那个所谓的这个驾照是假的 假的驾照开车 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呢 以伪造文书罪被告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能拿身份了 那何况你走私毒品啊 被判了五年九个月 那当然呢今天这个部长事后还讲了一句话说 这个当事人啊 这个捷克这个毒贩啊 他有权利呢 去移民法庭上诉 对 对不对 那这个上诉也不一定可能成功了 大家讲理由嘛 你要讲理由能不能说服这个法官 认为说哦那部长这个决定有错 那部长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比如说 辞职回家 这个工作我只是呢要把我的责任做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其实从 那问过大家的意见吗 大家意见啊 大家意见一定很一致 一定很一致吧 对不对 至少我们两个意见应该很一致 那如果说就像就是这件事如果没有爆出来或者是没有那还不就算了 如果大家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讲那个官吏啊尤其是官啊这个就是有那荤庸嘛 那当然今天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倒想到一个感觉就是说 如果舆论的力量啊 大家都认为啊这个毒贩应该要走 那部长会不会是屈服舆论的力量 明明他觉得这个人不该走因为他当初觉得他不该走对不对 那到今天其实他不该走的理由并没有消失对不对 好那现在舆论说他该走 这个部长呢可能啊觉得舆论的这个压力太大 然后呢大家就说你就让他走吧 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认识了他这件事情做错了或做的不妥 而是因为这个舆论的导向让他压力倍增 然后他选择 那反过来讲对这个这个人虽然贩毒啊 但最不致死啊 他他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那种公平性 就是公平性 因为司法最怕的是未审先判 所以你看很多案子啊 尤其在纽西兰特别明显 不管什么凶杀案啊或什么案子 在这个嫌犯被逮捕的时候呢 细节都没有 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在死的他旁边的朋友啊这个涉嫌被警方逮捕 那这个人怎么死啊他朋友跟他什么关系都不讲 到法庭的时候呢审判的时候才能讲 因为纽西兰有一个叫陪审团制度 如果在进入法院之前呢 这些陪审团的团员呢都看了新闻 知道说呢这个嫌犯啊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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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家就会觉得说嗯这个嫌犯啊一定是他干的 对不对 好改天他当陪审团 就大家有首先有那个下依仙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对 公不公平不公平 所以呢你看哦当年很多案子在纽西兰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藏二金刚这个发生一件很大事 但是警方三肩几口对不对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什么保护这个嫌犯的权利 你不能为审先判嘛 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说就像今天我觉得这个捷克的这个这个毒贩 他其实就有一点这种有一点被不公平的对待 嗯如果说是因为就像你说的那个原因的话 对因为部长今天并没有明确的说出 我的态度会180度改变的原因 如果讲出来呢是舆论的压力呢那不是很丢人 对不对大家当部长就好了还要你干嘛 这是他当时把这个捷克这个毒贩留到新西兰留在新西兰的时候 他都没有像我们说 只是说这个部长有自己的理由 OK也没有像公众说 然后今天为这个可能是应公众的意思 然后把这个毒贩驱逐出境也可以不用说吗 他也没讲啊 但也可以不用说的是吧 在这中间的转折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原来批了现在我又否了对不对 这个我们当然今天啊这个大部分都认为这个毒贩应该离开 但是我觉得尤其当官的你有权力的时候 你这个权呢一定要什么要能够有度对不对 你不能够啊滥权或是呢这种就是说你不去彰显你的权力呢 你也有为你的这个当官的这个原则 对不对 官呢是因为我们授权给你对不对 那你来管移民事务 那你要有度吗 对不对 该怎么做该怎么样 如果今天你有原则你当初说该留他 我觉得今天宣布的时候应该答案也是 我认为我部长认为该留 我摸得良心说该留 然后给理由 给理由 对不对 如果你们质疑我没问题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留他 但是今天呢说好驱逐出境 这个当然好像 但没办法 这个国家就是赋予了部长这样的一个权利啊 他可以他可以就是决定一件事情 并不告诉公众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这个剧本后面好像是观众在写 对不对 我们嘛 因为舆论对不对舆论嘛 舆论大家都说这个人该走 嗯 结果呢就依照剧情啊编剧就编啊 这个人该走 是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所有的官员来说 是一个警惕啊 围官哦 其实很多人觉得当官很过瘾 嗯 对不对 就每个人都想 就每个人都想坐上那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待遇又好 走到哪里人家都不长长不长短对不对 簇拥了你多风光 但是呢 在这个后面你的做事的能力啊 是 有没有做对啊 这个是到今天可惜的地方啊 对 但我觉得部长今天态度180度改变啊 他他对大家所有的选民啊欠了一个说法 嗯 对不对 虽然对你有可以不要讲 但是我觉得今天当你政策180度改变的时候 你应该啊要有个说法对大家说 所以呢我会180度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1234567 就感觉我们很懵你知道吗 现在 我觉得看了一出戏一样头疼 对 好那当然呢在今天的经文点评当中啊 也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移民部长的这个决定啊 是 要问问大家的意见 欢迎各位到时候呢 听完点评之后 投下您的一票 好 这样子比较公平一点吧 对 看听听大家 估计大家也是一头雾水吧 但是 大家应该是大快人心 很多人觉得说对嘛 你看我们该说送走 部长也对 就把他送走 可是你反思一下这后面的问题 对就常常我们说 你解决完了这个问题之后 你就应该要问责 责任该谁负 谁来承担这个就是职责 那因为之后可能也会有 就是相同的事件要发生啊 那你 很多问题啊 那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OK那我花一个小时 觉得OK 我处理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好 公众反应 那我下次再花一个月 把它解决就好了 那不能这个样子 对再不行我部长不干 对不对 我做别的 因为坦白讲 纽约的政治体制啊 当部长的人啊 我认为啊 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 第一这些人啊 他们因为选举当了国会议员 对不对 但他们本身对这种什么交通啊 什么移民啊 财政的 他们都不是显手喔 是 他们不是专家 对不对 但他们要当部长 对一切的事物啊 要负责 对不对 好那当然呢 那你用功一点 低调一点啊 谦卑一点 听别人意见的还好 就怕有些人呢 觉得说 我是部长还是你是部长 对不对 那你想这种事情怎么做 最后呢 你就等着再跟着 对不对 是我官大还是你官大 听谁的 对不对 最怕这种吗 是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搜索休息待会儿 回来还有更多啊 最新最好的新闻带给大家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我回到家 你们已经 节目结束了 是 是四点之后了是吧 对对 哎 你看 查时呢 那位支持韩国瑜的丁大姐 蛮可爱的 是她引起我注意到台湾的选举 什么 呃 犯兰犯律 然后呢 认识到两党的政治理念 所以呢 必须 谢谢她 愿意听她常打电话 来新闻今日谈 哦 那个屏东的丁阿姨 对 对 好 谢谢你 好 那礼拜六的新闻点评啊 还跟各位再来谈谈台湾啊 对 有兴趣的朋友礼拜六早上再来听 对她是说她听那个就是丁女士的 对讲得很好 然后她去了解了一下台湾的一些政治方面的事 对 因为台湾大家都蛮有好感 我问很多人啊 嗯 他们都觉得还没去但是都很想去 我之前有看 不会说还没去不想去 哈哈哈 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然后又讲了一些台湾的历史 还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人物 嗯 然后就是觉得还蛮想去这个温良公俭让的地方 对对对可以去走走看看啊 嗯 可能这个很近嘛 是 很方便 好再来我们讲到一个今天早上警方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布啊 侦破一起啊算是历史 纽西兰历史以来啊 这个香烟走私最大的案子啊被侦破了 是那么海关调查人员呢是查获了180万根的走私香烟 和五个装满200万的现金的垃圾袋啊 海关调查经理Bruce Berry就表示了调查发现了啊 这是被认为是涉及走私烟卷最大的逃税案 由于这个调由于这项调查 警方还限制了多处房产豪华轿车以及银行账户 嗯 那么说这个上周的海关人员是在奥克兰的多个地点进行了搜查 查找了大约150只的香烟和五个装满现金的垃圾袋 嗯 那么嗯 上周呢 新西兰警察资产追回部门协助海关 该部门是限制了价值数百万元的两处房产 两辆豪华轿车以及几个的银行账户 那么这是海关首次与该部门合作 针对的是涉及那些收入欺诈的人 是的 嗯 那通过电视画面各位可以看到呢 200万的现金啊 装在黑色的塑料的垃圾袋里面 藏在这个纸箱当中 嗯 那这个获利啊其实真的是很惊人 那他们还有多处房产 还有豪车 就是这个团伙嘛 还有银行账户 嗯 那当然来说呢这个新闻啊 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呢 嗯 我就有点confused掉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呢 一般走私啊到走私毒品 嗯 怎么会去走私香烟呢 香烟有利润吗 我就立刻啊做了一个这个调查 嗯 就找到呢 这个 这个外面的一些朋友啊 嗯 他就帮我做了一个整理汇报 嗯 那一包来讲双喜 我们讲双喜好 嗯 因为有很多品牌讲双喜 是 双喜现在在奥克兰的市面价 一条十包 是一百块纽币 十包一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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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块纽币 那利润超 这一百块呢 还是一个就是 因为你买的多嘛 嗯 大概中国烟啊 像什么双喜啊 黄鹤楼玉西 芙蓉玉啊 中华 很多品牌 嗯 大概价格在一百块纽币 到一百六十块纽币之间 可以买的到一条 一条 一条我做一条香烟 十包 一包里面二十根 因为本来我们说在香烟 在这边抽香烟 本来就是一个奢侈的行为啊 因为这里一包烟二十五块 好贵哦 二十五块 因为这二十五块的概念呢 是政府把很多啊 因为吸烟造成疾病 医疗成本的这个增加的部分 都放进去 它等于是放在这个里面 嗯 就是说因为你们吸烟 将来生病的概率 比不吸烟的高嘛 是 所以呢你现在呢 还能赚钱的时候呢 我就多给你收点钱 将来万一呢 你这个 因为吸烟生病的时候呢 我有医疗好照顾你嘛 嗯 嗯 那当然呢 一包烟 有限的一包烟是二十五块 如果我在黑市买这个 就国产香烟 大概是十块到十六块 这边正常的市面上 是没有卖国就是中国产的香烟 有人合法进口 因为要交税 嗯 对不对 你要怎么这个啊 但大部分呢 这个国产香烟啊 有有几种管道 嗯 早年的时候呢 政府没有限制这个香烟进口数量的时候 就是你旅行回来 你能带几包烟 随身携带 以前没有限制的时候啊 早年呢 最大的香烟来源是吗 是旅游团导游去收啊 这导游呢 都交代 大家进来的时候 多带点烟 是 一上车那个地培啊 奥克兰那边地培 就来来来来来 多好我买嘛 嗯嗯嗯 又跟大家买嘛啊 打打打烟买了 那后来呢 现在规定 有限制了 一次进来只能带四十根 嗯 那就两包 这个呢 就没有人去碰了 太麻烦了 嗯 好那就开始呢 有一批人呢 用油包寄 寄香烟进来 寄难道不会被查到吗 因为呢 这个东西啊 香烟呢 它是烟草 它不是金属 就在X-ray里面呢 不容易被发现 譬如说我夹了几件衣服 我不要弄太过分嘛 嗯 对不对 我一香烟是香烟 那个一定容易被发现 对不对 就夹杂一点其他的 来弄两件衣服啦 嗯 两条烟啊 什么什么东西弄一弄 这样 这个呢 又有一批 嗯 但是呢 效果不好 因为这香烟利润很好 但是呢 量太少了 而且呢 你不能记太多 嗯 也不能一直往公司寄 对不对 会被盯上 因为你一个地址啊 包裹太多 海关会盯的 是 你干嘛一天啊 你收那么多包裹 对不对 我就要看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有不同了 嗯 两条路都断了 好第三条路就来了 就是今天抓到这一位啊 呃 在几天前上个礼拜三 他要 在机场哦 要上飞机要走的时候 海关把他抓了 收押了 一百 他一个人带了一百八十万根 嗯 全部是集装箱 走私进来的 嗯 他走私来到这里了 嗯 所以呢 当时啊 在这个电视画面上 我们看呢 嗯 警方先发现啊 查到集装箱里面 有香烟对不对 嗯 接着呢 就查到他公司 到他公司的时候 再一去看呢 里面还有很多香烟 各位在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 成堆成堆的 用那个棧板 用堆高机堆啊 你看多少香烟啊 对啊 而且这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一个 中国的牌子的香烟吧 呃 都中国烟 都是中国烟 都中国烟 因为呢 呃 呃 呃他明讲他卖到华人社区 嗯嗯 洋人毛利人不抽这个烟 全部是华人社区 我帮他算了一下哦 他两百万现金 我们不要算他的车子跟房子 嗯 我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哦 他这个这个非常可怕 你想想看啊 嗯 他这一次抓到 我们讲这一批货 他总共抓到的这批货呢 有180万根 嗯 这180万根就是9万包香烟 嗯 那大概呢 这个他的成本是13万5000块牛币 嗯 他可以卖多少呢 卖90万 90万 嗯 他的利润呢 变成多少 76万5000牛币 对嗯 这一批货他就可以赚76万 对不对 当然呢 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中间 因为在现在在微信上啊 你只要说 呃谁有这个双喜卖 马上有人告诉你 哈哈 或者哪里有中华 或者是有一个那种群有没有 对啊 在香烟群 哈哈 那现在来讲呢 这个是一个有人形容啊 嗯 比走私毒品利润还好 你想想看哦 嗯 一包烟 一包烟大概1块5吧 嗯 他可以卖10块 对 赚8块5吧 这 8块5嘛 一半都还要多了 对啊 而且呢 这种东西它涉及的是什么 走私逃税 嗯 走私逃税 跟那个毒品走私哦 来比这个最比较轻 而且没有被抓到 钱花了那就你赚到 对不对 是 你跑了就你弄了 对不对 而且一人呢 自己走私还可以自己抽 拼命抽 还可以立即 拼命抽哦 所以呢这次抓到之后呢 当然现在警方还在查啊 因为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呢 嗯 他就可以干下那么大的买卖 嗯 第一你要进那么多烟对不对 嗯 最难的是啊 这个进来不难 要要消掉 嗯 比如说怎么去分销 但是市场还我觉得应该蛮大的吧 烟怕白 烟白酒会坏 就是那个味道会不好 嗯 烟不像那个什么罐头啊 或酒类啊 越酿越香 你放个三年越放越沉 香烟放个一年就完了啊 所以呢它的销路管道也在走得很快 但是我想说它敢进这么多 就敢走私这么多香烟来 就是它的风路很大 而可想而知 纽西兰这块的市场有多大 华人很多在抽 我一问 他说他们买呢 都是有人说 哎有没有人要烟我们去叫 一叫呢可能有 比如说三十条 是 每个人就说我两条他三条 就分掉了 尤其是做建筑行业这个当中啊 最多 哦建筑和设计的 就是有一些在外面工作 思考啊或者是 长时间需要注意力集中 华人都盖房子的当老板的 都需要 对 注意力要集中嘛 然后有些时候确实是太累了 提一下神什么的 对但是这个走私这个东西呢 中间就有巨额的暴力啊 因为第一它不需要缴税啊 那当然呢对于这些抓到的来说呢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啊 这个当事人啊他没有讲是谁 但他12月11号要出庭 嗯去接受审判 也是为保护保护当事 现在还保护他的名字啊 那他的资产很多 虽然现金200万 但他有房子哦 嗯 他有车子哦 你说你想想看他这些年来啊 已经赚了啊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一次应该不是第一次 啊不是啊 警方都跟了他六个月 对财富 要不是他坐飞机要跑 警察啊还不会去抓他 嗯 因为警方现在最重要是要兜 有多少人在这个里面 嗯 对不对 是他一个人吗 还是有很多股东 他们是集体还是个人 收网要 他的行销网络是怎么做 是 对不对 所以啊还有一种 听到啊就据闻了哈 说现在在销售的过程中啊 除了在微信里面 嗯 还有一些是实体店 但是实体店你不敢拿出来卖啊 客人来 内行人就会问 说有没有双喜啊 有 但要付现金 不打收银机 逃税是吗 不是 因为你如果今天我 你是个实体店 嗯 你任何东西 如果你打了收银机呢 有记录 会有记录 所以那部分呢是收现金 好 好 那现在警方呢 大概也六个月嘛 也兜了不少东西哈 所以呢这个 还是不要去做这些违法的事 虽然是获利不错了 对啊 合法进口就好了吗 说到这个国就是中国的香烟 和国外的香烟 好像是中国的香烟 他们说抽起来比就是比较纯一点 就要烈一点 有一些老烟民就比较喜欢 就是交友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对 但对身体呢影响比较大一点 是 所以呢还是呢 希望各位这这这这位朋友 我觉得他其实如果今天合法做 嗯 进口商卖国产香烟 他可能也很发 也很赚钱 也很赚钱 你看他现在有个最大问题哦 警察已经把他所有的房地产 汽车银行存款 还有那个找到的那两百万 在垃圾袋里的两百万 全部给他冻结 嗯 冻结的概念是呢 你当事人哦 你要证明你这些所有的房产 买来的时候 车子买来的时候 钱存进去的时候 都是什么合法所得 是 比如说我在中华电视网上班 所以呢我买了18栋房子 80部汽车什么都如此类 嗯 证明心之所得 吻合 如果你证明不了 全部没收 所以说这就是 这都是没有证明得了的东西 就怕他证明不了 他现在要拿证明啊 其实你要拿证明蛮难的 那么多钱的时候 你要证明那两百万现金啊 就是个难事啊 所以说我们透过这条新闻 是讲人不要太贪婪吗 不是 合法 你如果今天我就讲这位朋友啊 当然我们不认识他 如果他今天合法成立一家公司 从中国进香烟 就是卖香烟 虽然利润没有那么多 利润没那么高 但是呢也可能很发 总归来说还是赚钱的 他是个行当吧 可能赚的不要太多 他也是个行当 他也是有利润嘛 对不对 只是不是暴利 而且那个利润呢 警察也不能把你没收啊 对那我合法正当途径赚的 那当然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 这个不能走邪路嘛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脚 所以很可惜啊 那当然短期看来呢 这个可能啊 这个照洋人的这个标题上面写 Chinese Community 可能最近要断货了 那么多烟都被call了 对不对 不知道有没有第二家了 但是我好像觉得说 虽然说我们知道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可能还是会 大家都是通过通过这样的渠道 来购买香烟 还是希望大家啊 在这里呼吁啊 虽然我知道 很多人觉得说抽烟啊 非常的好 可是呢 抽烟在医学的研究报告当中 对身体啊 还是非常有伤害的 对而且之前有说 嗯就是那个香烟危害的潜伏期 其实蛮长的 对 要到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 才能看得出来 甚至对家人都会造成影响 是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您在线上请说 您好 您好 我想聊聊这个烟的这个问题 好请讲 我们也是做进出口行业的 一年都有五十几个货柜来 然后每年其实MPI这个部门查 我们查的还蛮严的 但我就不明白 这个卖烟的这个货柜 就没有被查过吗 还做这么久 他是说有追了六个月的时间 他是发现有十二个货柜里面 放了那么多烟 对 但是新闻不是说他做了很久 有一段时间了吗 对应该有一段时间 当然可能啊 他不只进香烟 他可能进 他可能是某一些东西的进口商 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到那么久之后才被查到 哦 就可能有一些徒旧 一般你们进的是食物还是用品 我们进的是用品 用品 对生活用品 他每个柜他都会打开看吗 不会 一年的话基本上 假如说五十二柜的话 基本上一年五个柜 一定会开看 哦 所以你找运气好五个柜 就不要被找到 那另外四十五个柜就进来了 对 五个柜是at less吧 我是 就大概这个数量而已 对啊你想想看 你做生意五十个柜 那这位卖烟的大哥大概柜子也不少 对 所以说他两百万现金 我真的觉得肯定不止 不止不止 不止不止 他只是这两百万没地方放 就装个垃圾袋呢 丢在仓库里了 这只是现金哈 但是银行卡那些里面有多少不清楚 对对对 还有房产 他说我们这一行我们的竞争对手 他们有的时候也往货柜里塞烟 然后一塞就被查一塞就被查 所以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人做了这么久才做事 你知道吗 对可能这个有趣不过我想12月中啊 法院开庭了就会有更多细节出来了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好不好 嗯好嘞 好谢谢这位朋友哈 拜拜 是看得出来大家还是很关心 但是终归一句话 第一做生意合法做 像这位老板一年五十个贵 哇靠那事业做的很棒 不要怀你我侥幸心里 觉得说OK那不会被查的不会被查的 对啊去算命中率 那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不是小的那个命中率 对但有些人可能说觉得我做一票 赚了就走 嗯对不对 但是呢最终财产都没了嘛 是对不过吸烟的朋友最近呢 既然断货我们就不要抽了戒烟 对不对香烟又贵又不好 好你说的好简单哦 但是就我所知戒烟的人真的蛮难的 我说真的我年轻的时候抽烟抽十年 嗯但是呢我还是戒烟 戒两次我一定戒掉 因为我觉得既然抽烟不好 我干嘛那么傻还抽烟呢 还花钱买烟我就戒掉 我三十岁把烟戒了 就相当于女生减肥一样 你吃花了钱吃了还要长胖 那就不要吃了还省钱 有道理好吗 这个绝对希望各位啊就戒烟吧 好吗那时间关系我们赵州休息 在后继续新闻经济谈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就是关于这个毒品啊走私 刚刚讲的是香烟走私 再来讲到毒品走私啊 那个政府的忌毒小组啊 最近也做了一个宣布啊 是那么经过多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华南 中国的华南地区是成为了走私 进入新西兰 甲基本炳安的头号来源 那么海关情报经理 詹米就表示了 很有可能是在中国制造的毒品 被偷运到了另外一条线路之上 尽管在经历了两年的低动作 但是呢据统计说来自美洲的货物 仍然是在大量的出货 去年从北美结获的毒品总价值是为2300万 但是呢从今年1月到8月期间 价值是上涨了1.14亿 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结获的价值是 从2017年的1100万 上升到了2018年的8000多万 那么一个犯罪学的教授就表示说了 美洲的一些国家呢 并没有这么大的危险信号 所以说呢这就使得比进口 会比亚洲更容易一些 而为了打击毒品走私活动 新西兰已经将一些顶级的调查员 派往到了中国 广州 香港 和华盛顿特区等重点区域 那么他还表示说 美国的工作是以预防价值 400到4600万美元的毒品 到达新西兰 所以说呢海关将于2019年 在洛杉矶设立一个新的职位 来应对来自美洲的毒品 大幅度的增加 是的 那毒品走私一直以来呢 这个大家过去都常常听到 各式各样的 譬如说装在这种装饰品里面 到装在鞋子里面 无所不用其极 那当然最重要这个冰毒 它提炼的原料是叫做这个 就是新康泰克 就是中国的一个感冒药 那个感冒药大概提炼成安非他命的比例 大概是一公斤的这个新康泰克 可以提炼半公斤的安非他命 所以换句话讲呢 这个利润啊 那个瞬间就出来了 所以一直以来呢 这个过去查到过很多啊 进口这个新康泰克 来到这里提炼这个安毒 那后来现在可能呢 对于中国所有东西啊 查的都特别严了 所以呢最近啊过去一年来啊 居然呢没有从中国查到有走私毒品 就觉得很奇怪 对当然呢这个毒品呢 还是在这里有很多啊 那怎么来呢 去查了那对北美中南美 比例啊都暴增 突然就上去了 所以说现在新西兰海关是怀疑 说中国没有直接运往新西兰 就是绕一圈 绕一圈从这个南美 第三地 因为我们海关在查的时候呢 如果你今天从譬如说呢 敏感的地区来的对不对 他一定会特别的查 但一般来讲 哎呀美国啊或者哪里呢 可能不太会 就像早年啊 那个当时呢 纽西兰的海关啊 把台湾啊视为啊 没有毒品的地方 因为台湾毒品走私啊 是唯一死刑啊 会死 会枪毙的 那当时呢就没有人敢运毒 那这个毒贩呢就看到 哎这个台湾人进 纽西兰啊海关不怎么查 很方便 对不对 那他们呢就设计了一种 啊这种叫做啊 新婚蜜月团 就跑到台湾呢 去召那些年轻人说啊 我们带你去纽西兰旅游 嗯 你们就说你们是新婚夫妻啊 一团人哦 嗯 都是新婚夫妻哦 然后呢你帮我们提箱子进去 但是没有告诉那些人 箱子里面是什么 哎 你就不要多问 但是我包吃包住包机票 啊 还给你一点钱 零花 那对很多人来讲呢 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 嗯 对不对 那甚至如果你问穿了 他也就告诉你 这个国家啊 孕毒啊 没什么重罪 关一关就回家了 嗯 对不对没事 哦 不相信我把法律翻给你们看 结果呢那几年呢 就一群的台湾人啊 成群结队带着毒品啊 闯关 嗯 就被抓了 有一次夺离谱你知道 来了一团人 嗯 前面呢大概出去了七八个 都过了 都过了 后面呢 有一个突然被抓 嗯 被查到 在皮箱里面啊 有毒品 嗯 然后海关就问他说 呃 你你带毒品什么时候 你们有多少人 他说 哦很多人都出去了 哈哈哈 结果呢刚讲完了 海关一听啊 已经已经有人过了 对不对 嗯 海关一群人啊就去追 那出去的这七八个呢 就看海关追出来啦 他们就往那个 从国际机场的这边啊 往国内机场那边跑 你知道 哇就在演演出那个 在机场演那个追逐 王命大逃亡 拖了行李跑 那边后面海关就追啊 嗯 就通通全部都抓回去了 就抓回来了 全部都抓回来了 他他他人生地不熟 他往哪跑啊 对不对 那接应的也不敢出来啊 嗯嗯 接应的在旁边看 即使啊不敢出现 嗯 对不对 而又一抓就通通带回来 那很可惜 最后这些人啊 全部吃了饭去 对其实呢 还还在这里呢 还是想提醒大家 不仅仅是说 有一些人会从事 这样的一些犯罪活动 还有一些人呢 是比如说你 你像同就同伴嘛 可能就是你不认识 坐你旁边 帮我带一箱子啊 对他就说OK 就是我可能超重了 能不能帮我带一下 或者是他说 哎你看我这个香烟 就多拿了十根 能不能帮我分开一点 对 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觉得说 还大家都说国语的 然后能帮一把 进来帮一把 在这种关头 你不知道旁边的是 怎么样的人 这个香烟里面 藏了一些什么东西 提的箱子里面 也藏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呢 就还是婉言相聚就可以了 对就说抱歉 我不能帮你 那这个最重要 所以各位入境的时候 一定会填一个表格说 你的行李 是不是你自己整理的 这一个问题 那如果不理解 人会觉得说 很傻 那不是我自己整理 谁帮我整理 他是说你清楚的知道 你的行李里面 有带了哪些东西 对 那个要问嘛 对 你要打勾勾说是的 所以呢 这个都是在走私毒品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到 所以还有人呢 这个当房东 一定要注意到 如果有人租房子 租了你房间 然后呢 没有来住 然后他的包裹 就一直来 你会代收嘛 你想你的房客啊 马上搬来啊 他包裹都来 你帮忙代收 要注意要注意 小心 有问题 毒贩也是要这样啊 对不对 你抓追不到啊 改天他看没人 对不对 他来拿包 找房东说房东 我来拿包了 那带警察你查到这 你肯定房东负责啊 房东说 我哪知道啊 我只代收啊 可是签字都房东签的 对不对 所以要小心哈 好的那 那讲到这里 我们稍头休息 整点新闻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啊 未来奥克兰的行人徒步区啊 在Queen Street会出现的 是 那是会什么一番的景象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新闻今日谈 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下载Pyro App 水工电工油漆工 就在您身边 把范汤森凯文和 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您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各位金督各个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的后半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的做到后半段 最高兴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 民调 民调 是听听大家每天 大家的是怎么看的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啊 昨天的问题啊 说您对2019年经济前景展望 是什么态度呢 17%的人是选择了乐观 49%的人是选择了悲观 还有34%的人选择了不确定 是的 当然我们谈到是2018年啊 这个在全国啊 纽西兰国内啊 对于这个消费信心啊 还有还蛮还蛮好的啊 但是跟全世界的这种消费信心 投资信心啊 说错不是消费是投资信心啊 就不一样全球投资信心比较悲观啊 但是我们的投资这个信心啊 还不错 我们的消费信心不错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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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还不错 而且大部分的人呢 认为房地产啊 还是一个可以投资的好东西 因为确实可能过去啊 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甜头 觉得还是可能有 当然在这个全世界中美贸易战的 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之下呢 您对2019年经济前景的展望啊 看起来呢 还是有将近一半的朋友是比较 悲观 悲观一点啊 但是我选择不确定的人也蛮多的耶 34的朋友 对 那也表示呢 这不确定的人他不见得是 马上就能感觉到 这个乐观或悲观嘛 因为往往不确定不知道的都比较少 但是这一次不确定 对对对 居然蛮多的 你知道昨天我还开了一个玩笑吗 是 我还说 无所谓不确定的人说不定会很多 对果真哦 果真好 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未来前景还是有一些这个担忧 不过这个要有心理准备的话呢 不管是经济好与坏 你自己有布局嘛 对你的理财啊 对其实 资产分配 反正我觉得这些民调就是给自己 未来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计划 对 然后有一个导向性的一个指示吧 还蛮多的 因为现在确实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的这种 获利了结的情况 嗯 就说很多人觉得说房地产这个这时候呢 不太好 我就脱出手 以投资的角度来讲呢 我就脱手了 譬如说我过去当了五年房东 有获利了 房租获利 增值获利 好那我现在呢 认为这是一个点 该退场一下 再观望观望再进场 这个是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当然了 反正我也不住里面 没差了 我就把它卖了 所以这种呢 卖家很多 在市场上 但买家又蛮少的 当然买家呢 有好消息啊 储备银行呢 可能会对于现代的百分之二十的那个 自备款要放宽 是 让大家能带多一点钱 以前规定嘛 你最多只能带八成 对 现在是有放宽一点 可能九成啊 因为以前在前一阵子 最早几年前啊 这个带个九成都很普通啊 厉害的带十成啊 对不对 还可以带到 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是的 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大家奥克兰 住在奥克兰的朋友 对Quest Tree 这个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是 嗯 那么今天呢 这个奥克兰市长Phil Goff呢 他就表示说 是时候呢 是让汽车离开昆街了 让昆街是更适合人们的步行 星期二呢 奥克兰市政府投票 一致赞成 让City更适合人们步行 这个计划呢 三月份会提交给市议会 他表示说 目前City是由进入的 十一万八千名工作者 七万名学生 和五万七千名居民组成的 与此同时呢 昆街的汽车数量 近期的情况 是减少了一半 所以说呢 Golf认为 没有必要在City开车 不仅仅是昆街啊 他说其他的道路 也是成了人们 关注的焦点 像是这个 History两边都停满了车 只有非常狭窄的过道 所以说他表示说 一些零售商们可能会担心 这个车子不来了 是不是会影响到店铺的销量 但是他说事实上是 在有其他类似 禁止汽车进入之后呢 旁边的商店 反而说自己的销量 是出现了增长 所以说他说这个问题 大家是不必要担心的 是那当然呢 这个提议啊 在昨天呢 经过市议会已经批准了 大概明年呢 大概三月份呢 可能就会开始要实施了 那对于整个 在奥克兰市区的朋友来说呢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各位想想看啊 这张是这个模拟图啊 如果有一天呢 在Queen Street上呢 整个人行道啊 大家都能够坐在 坐在那里喝咖啡 对不对 旁边没有汽车啊 大家在那走动 多好一件事 真的就像国内步行街一样 对 就实际上在 在奥克兰还没有特别的 那个规划的很好 有一些区啊 是汽车不能进去 但是来讲可能是一个广场 可是我们放眼看去 全世界啊 许多大城市叫纽约 纽约呢 有一个叫做时代广场 大家都知道 到纽约一定要去 那里呢 也变成徒步区 那边的生意啊 没有变差 明镇都在那边都排的对 一家一家 对不对 都要在第五街那边 都要在附近啊 所以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奥克兰呢 市区现在人越来越多 是 刚刚讲每天大概有超过 十万人啊 在那边上班 是 对不对 嗯 那可能这几年整个办公楼 越来越多之后呢 去那边上班的人 会越来越多 嗯 相对而言行人的安全呢 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嗯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徒步区 相对而言行人呢 安全就保障 有保障 车子进不来嘛 除非你走路跌倒 但是嗯 我今天在准备新闻的时候 我旁边就有同事问我说 那你都限制了这些汽车进入了 那有一些要是骑那种烂电动车的一些朋友呢 他是能够在市区骑的吗 他们也很危险啊 他们往往比汽车更危险 那个也可以限制 那个都有限制你的速度啊 或你的这个区域 因为嗯 在全世界呢 现在对于这种电动滑板车啊 嗯 它是一个算一个又比较新的东西啊 还没有一个法律啊 能够约束去规管它 是 对不对 至于要不要戴安全帽都有争议 嗯 所以现在可能就随着时间就会有 市政府会出来一些规定 嗯 说这个区域你不能骑 嗯 或者你只能在某一些区域骑 嗯 因为我知道当年啊 很多年轻人不是喜欢玩那个滑板吗 嗯 对 那市区啊有一阵子呢 就很多地方禁止在街上玩滑板 因为有行人嘛 嗯 你那个滑板啊 冲很快啊 它没有就是刹车的那个 对啊 嗯 那个就是没有电动那种滑板啊 嗯 那当然你刚讲这种电动滑板 嗯 那滑轮车 嗯 那将来也可能会有一些管理 是 对不对 嗯嗯嗯 但是最重要能够让奥克兰的市区啊 原来有一个这种废气 嗯 噪音就没哦 嗯 各位想想看哦 这两个最污染源哦 废气跟噪音 因为以前大家都说昆街啊 嗯 做那个空气检测 奥克兰空气最脏的地方在哪 可 就在昆街上啊 是 为什么两边是高楼啊 而且那个污染物也飘不走 对 嗯 所以这都是问题 我们来接听电话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告诉华人 为什么韩国瑜能能他的大胜能成为全球媒体 与政治观察家的瞩目 只有一句话就是拼经济就经济 赚钱为百姓赚钱 然后他的竞选口号呢 是东西卖的出去 人能进得来 让高雄发大财 所以 但是在这个高雄在被民进党执政20年 负债2600个亿 又老又穷的城市 大家只有等他来救这个城市 所以他坚持的是九二共识 两岸交流 我想这都是民心向背 还有在一年两个月前 韩国瑜提了一瓶矿泉水 单身带了女儿的大学同学两个助理 资深来到高雄 打拼到今天的天地 真的让人 让全球的领袖都觉得望尘莫及 好 还有我很想说就是说 之前民进党会笑国民党就是说 国库通加库 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加库 结果呢 陈水扁他也是 所以国民党党产一无所有 然后之前在国民党 然后民进党现在自己也是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加库 这个就不用说了 然后再加上之前在这个 在国民党时代的时候 民进党会笑国民党抱着美国的大腿 但是在马席会之后 对不起 马英九去抱中国的大腿 但是民进党现在又抱美国的大腿 他觉得美国要他台独 美国当然喜欢台湾分裂 喜欢台湾独立 喜欢跟中国对抗 可是台湾的百姓觉醒了 觉得吃饭最重要 经济最重要 生活最重要 人民的福祉最重要 是不重要了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韩粉的分享 每天两分钟 因为我想这个对很多 尤其是南部的人 因为屏东跟高雄是挨在一起 这次南高雄的变天 其实他特别有感触 我能体能理解 因为一直以来 韩国瑜为什么说高雄又老又穷 因为过去一直发展 重北清南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所以当韩国瑜说高雄又老又穷的时候 很多高雄人刚开始都很生气 你怎么说我们这个地方又老又穷 不愿意面对事实 他讲的真话 因为老年轻人都要出外工作 没有办法留在这个地方 一群老人平均年龄都很大 老不老 穷不穷 穷欠了快三千亿台币的外债 为了要建设高雄 所以当高雄人 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想一想 对我们还真的是又老又穷 所以突然觉得说韩国瑜你还说对了 所以韩国瑜这个人 当然他不是什么伟人 当年他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也很一般真的很一般 但是经过时间他成熟 他长大了他懂了 所以到果菜公司之后 经过磨炼他去果菜公司 果菜公司我们讲台北有四大公司 有果菜 有蔬菜 有水果 有花卉 还有一个是那个农鱼 鱼 鱼肉 那些 四个交易市场 只有这个蔬菜市场 赚钱 北农 赚钱 其他的都不赚钱 好 那当然他当总经理的时候呢 怎么当 听说他刚去 那种果菜市场 都是那种 几十年的老公司 那里面的那种规矩 就是很乱 而且你想想看 他们大部分很多是那种 就蔬菜搬运工啊 食鸡啊 这些人呢 你跟他讲大道理 没用 所以韩国瑜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跟员工怎么说 我们每一年啊 董事会有一个指标 我把钱啊 目标 超过的钱 通通发给大家 啊 对不对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对不对 比如说董事会说你一年啊 要赚五千万 好我做到五千万 对不对 超过五千万 多了五百万对不对 分给大家 分给大家 大家拿 就是钱归大家的啊 我们努力付出的啊 这样子好不好 从那天开始啊 大家就很拼啊 业绩啊 就上去了 每一年都达到这个董事会的指标 都打标 然后呢 员工就分钱啊 分的大家就很高兴啊 很多人说我在这边做二十年 对不对 对 都已经苦哈哈的 因为做搬运工啊 做那个在菜市场里面啊 对不对 两点三点就要开始上班了 很辛苦 但是没想到呢 哎 韩国瑜来了以后啊 还真的分钱给我们 不是讲那种好像说一大堆废话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 结果呢 他只照顾自己 就他真的哦 把钱发给员工 所以啊 我讲真的 这位这个听众啊 他会那么有感而发 那这些天呢 我真的能体会 大概差不多 快三十年前呢 我在台湾高雄啊 住了快两年 福兵役啊 啊 在那边 当时的高雄 多有生命力啊 蓬勃啊 昂扬向上 这些年呢 听到的都是负面 嗯 人口外流 就是因为你们经历过 就是高潮迭起的 高雄的一系列这个经历 所以说你们更会有感受 特别是这次韩国瑜当选了 你们的那种感情就不跟我们 就半道半道听的就不太一样 就是你不能深同感受 就像到成都吃麻辣锅 对吧 你没吃过 你说麻辣锅 对不起你们都是业余 对吧 一定要到成都 嗯 请大家吃 吃一次麻辣锅 才是道地的哪一家 你私下告诉我 私下请大家吃啊 私下啊 好 我们来接电话 你好 我想再补充就是 韩国瑜大胜 还有台北县的侯永宜 他们讲猴子 台中的卢秀燕持续立委 也大胜 他们讲燕子 然后这个韩国瑜 他们叫他秃子 跟着秃子走 有吃有喝 吃香喝辣没问题 然后可以证实2020年 民进党是势必正党人替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决定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 他也辞掉了党主席 所以美国挺伤心的 中国应该还是一句话 最大的赢家 然后韩国瑜自称自己是卖菜狼 因为他在北农会 他最感动的一个网上的图画就是 他卷起袖子 在这个凤梨园里 跟这个割凤梨的这个老妇人 一起画家常 说他的产品怎么样 农民渔民都爱在他 因为他让渔民能够赚钱 让农民也能赚钱 好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 我想 要不要下次你跟这个姐姐搭档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我负责给你泡杯茶什么的 下礼拜一安排一下 所以这个很有趣 我想两岸问题 大家更关注的是 韩国瑜当选之后 两岸关系的改变 那最重要呢 我想这个国台办在第一时间 已经表示 对于韩国瑜的当选 当然是表示这个 开心 两岸之间呢 有更多的这个共识 能够找到一个交集点 那当然韩国瑜在2020年呢 参加这个 台湾总统选举的概率 其实很低 他现在正应该要做的是 把市长做好 人不要贪心 韩国瑜啊 卖菜可能卖第一名 当市长不一定是最好 我讲真的哦 要把市长做到好 还要努力的路很长 不见得啊 卖菜卖第一啊 做市长就能做到好 然后就能当总统 哦 那两码事啊 就举例来说 主持人做得好不好 对不对 但让你今天当CEO 可能有压力吧 对不对 因为你不是这个 术业有专攻嘛 对所以呢 这个不要把韩国瑜啊 推去当什么选总统 那害死他 他没那个能力 还不到时间 需要什么 慢慢的磨练 而且我觉得 既然民众这么的支持他 他也众望所归了 好好把市长做好啊 对 就一步一步 真的把高雄啊 把高雄做上去 就像韩国瑜啊 人家问他说 你选举的时候啊 要不要去拉票 他说我干嘛要拉票 我只要把我的事情做好 选民就会把票给我啊 我不要去那里求他 怎么一直拜托拜托 你一定要给我一票 不要讲 你把事情做出来 你还看哎 下个人票给你 就这么简单嘛 那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做好 但是现在最重要 马英九卸任了之后呢 蔡英文啊 立了一个法 说三年内呢 马英九不准去中国大陆 但是哦 明年5月20号时间就到了 马英九呢 又可以去 他一定会去中国 我给你赌啊 5月20号 马英九一定呢 那三年禁令解除立刻去 就单要去啊 最重要是什么 两岸问题啊 要沟通啊 两岸问题不是自然啊 好像那树上长果子 你看着看着呢 那个苹果就冒出来了 那个是要什么 要耕耘的 是 要去沟通的 要去谈的 慢慢找到一个交集点 两岸问题啊 才能解决啊 所以马英九呢 5月20号正好 好好的沟通 就应该飞去 他要去香港演讲 都不让他去啊 先去那个大陆沟通 对对对去啊 去旅游啊 对不对 交流交流啊 好那既然这样呢 就讲到这里 稍作休息 待会继续 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新闻各位观众 您好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好我是Summer 是那短讯有朋友在问 他说卢秀燕过去是哪个台的主持 华士 华士 他们是姐妹两个哈 那她是姐姐 她是卢秀燕在华士 那还有个妹妹叫卢秀方在台市 这是蔡师平的前景 蔡师平追过太多人了 卢秀燕呢当时呢 刚好我在台湾跑新闻的时候呢 她算是年轻的小妹妹 记者还是主播 记者 那时候刚开始都记者 对不对 所以卢秀燕是记者 卢秀方是主播 做主播 那后来这个姐姐呢 就参选从政去了 那姐姐呢个子很娇小 妹妹比较高大一点 那这次台中呢 听说啊 是因为韩国瑜啊 当时去帮她站台 有几个地方啊 那第一呢台中 她去帮她站了 所以叫燕子嘛 对不对 她说她自己是秃子 哎你不要看到韩国瑜 韩国瑜自称自己是秃子 韩国瑜秃头对不对 现在在台湾啊 突然很流行啊 秃啊 因为以前男人秃啊 总觉得有一点点遗憾 对不对 现在秃都很流行啊 她那个我想像地中海 她还去那个洗头发 还直播 网络直播 还有十万人在上面看的 看秃子洗头 哈哈 有意思吧 她说秃子的头呢 也是很注意头头的保养 我还觉得直播就是 一群无聊的人 看一个人无聊 不 大家都要看秃子洗头啊 所以呢她去台中帮忙站台了 嗯 好 那这个卢秀燕呢 就赢了 有有有关系 当然卢秀燕本身也不错啊 嗯 那她又跑去呢 新北市 嗯 新北市那个叫 那个那个侯友宜 帮猴子去站台 嗯 都是动物界的呀 那大家简称嘛 秃子 燕子 猴子 她就帮他们站台 但她唯一没有去台北 帮丁守中啊 丁子站台 嗯 为什么没去你知道吗 为什么 柯文哲 当年呢 她当完立委有一阵子啊 很落魄 因为她当的不怎么样对不对 她就退出政坛 那当时啊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就居然呢 跑到云林说 但不能加秃子啊 寒凶啊 我现在当台北市长 这个果菜公司啊 不太好弄 因为你在云林啊 我知道呢 你常常啊 帮这个菜农啊 去到台北 希望把他们的菜 卖得很好对不对 好那现在果菜公司呢 我搞不定嘛对不对 你啊干脆来帮我管理果菜公司 当总经理 好不好 去两次哦 第一次是柯文哲 第二次是柯文哲 太太都去了 就一直说服韩国瑜 韩国瑜呢 就想本来啊 大概都要淡出了嘛 就人家等于赏识 他就千里马碰到 那伯乐一样嘛 对这个千里马 总是觉得心中还 觉得我还有价值 对不对 好他就去了台北 帮柯文哲呢 在这个北农啊 卖菜 就卖啊 越卖把北农就赚钱了 所以柯文哲呢 就一直很赏识他 力挺他 所以这次选举 他没有名讲哦 丁守中 理论上是 国民党同党同志 对不对 要不要去帮忙 应该嘛 像侯友宜啊 卢秀燕都去了 对不对 但是柯文哲呢 又是什么 他的伯乐 所以说就 所以我干脆不去 都不得罪是吗 他假装都也不能假装了 他说那天高雄呢 刚好有一个游行活动 我没时间去 跟总理一样 他要是有去 看一下 schedule 我讲真的 要是他有去丁守中 丁守中 不会输3000票 3000票耶 就所以说 其实在台湾选举站台很重要 开玩笑 那种领袖光环 对不对 但又有票房毒药了 蔡英文那种 票房毒药 蔡英文本来要去高雄 听说后来啊 高雄那个候选人呢 陈其迈说 总统啊 拜托你千万别来 你来了 我非输不可 票房毒药 所以后来呢 蔡英文就为了面子啊 就在投票的前一天啊 中午跟陈其迈呢 一起去烧了一个香 到益明庙 烧了个香 然后就说 陈兄你好自为之吧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他就回台北了 晚上呢 去帮那个 那个台北候选人啊 要温志站台 对但也都输了啊 所以票房毒药 跟那个领袖光环了 票房 票房毒药和票房灵药 哎对对对 在站台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看得出来啊 所以兔子今年的流行 嗯 流行啊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讲到这里再回到 纽线的国内啊 来讲讲 Winston Peters啊 讲话了 是那么副总理Winston Peters 是对在新西兰涉嫌的 中国间谍活动发出新警告 我就不能叫间谍活动了 是叫科技语 他上面写呢 他上面写spy 对spy 照英文字面呢就是 是间谍的意思 就直接翻的话 OK好 那么此前呢 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声称 中国正在破坏 新西兰政治体系的完整性后 那么他的家和办公室 是遭到了多次的破坏 Peters表示 如果认为新西兰公民没有受到外国势力的监视 这个显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 而且呢 这个监视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据消息称被调查的人呢 是国民党 那个国家党 国民党 国家党的议员 在教英语的学生呢 是帮助他们从事 刚才我们说的 可能这个 特工 对特工活动的 Peters表示 他关心杨先生所谓的活动 据报道呢 这些活动导致安全情报局调查了他的背景 对此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杨健博士怎么说的 他否认自己是一名间谍 并表示这些对他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他在当时的一份媒体声明当中表示 反驳任何质疑他对新西兰忠诚度的指控 他要挑战那些正在传播这些诽谤言论的人 并向他们证明 但Peters呢 却表示杨先生未能就针对他的指控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这是令人担忧的 因为这些指控都是 按照杨先生说的这些都是严重的诽谤 所以说呢 却没有起诉 这是令人值得怀疑的 对 好的 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这位朋友 你好 你好 先生 我可不可以就那个David刚才讲的 关于韩国语的事情讲一点我的观点 你好 您好 你们两位好 David第一 谢谢你用这个平台讲韩国语 因为我是挺欣赏韩国语的 我一直跟从 我来纽西兰快30年 一直跟从台湾的新闻 就像你刚才讲的 韩国语是柯文子赏识的 好像我晓得的道理是张荣发 张荣发跟他们太太家的 本来就是有联系 张荣发推荐的 他当了百农的总经理 当他后来被但一康他们搞下去的时候 他那个那个就是柯文子跟他太太 又去云林的家里边拜访他 请他在畜山 请他到市委帮他做事 但是那个就是韩国语很感动 但是他拒绝了 他没有 是这个样子的 他是很感激那个就是柯文子 因为他当时落难被打 就是被那个新潮流打的时候 国民党没有人站出来帮他 反而是柯文子再去还来请他出山 所以他很感动 是 好 谢谢您 对 韩国语这个人他有情有 很有guts 但是我也在想 是不是很多人在他之前 已经中箭受了伤 所以也造就了韩国语今天 当然民进党做得很烂 还有比如说是那个 王俊英的走路攻事件 那个吴敦毅的那个贾路因事件 还有很多的把管事件 等等等等 这些很多人的那个倒下去的铺垫 也成就了韩国语今天的这个 这个一波我个人的解读 好 谢谢 谢谢你补充 比较完成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这位朋友 是 来我们来接听其他电话 来 这位朋友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不好意思 Baby说韩国语不能当总统 我好像不能认同 那个蔡英文从来也没有行政经验 只当过一个这个台湾办事处 跟中国的一个这个处长而已 所以他做得不好啊 他没有行政经验啊 所以他做得不好啊 我觉得韩国语还是一个很优秀的领袖 但是还不到火候 还需要时间啊 他还需要时间磨练 他磨练在立法院 能够把陈水扁打一顿 那个是愚蠢的行为 动手打人是愚蠢 因为陈水扁说外省出滚回中国 我觉得该打 对但是民主殿堂啊不能动手 对不对 还有那个最主要造就他还有一个人 就是民进党的黄世间 他一天到晚就找他查 嗯 好谢谢 谢谢 这个我看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但谢谢大家补充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Winston Peters的观点啊 转转的好快 没办法 我这不能再讲下去 讲不完了台湾选举 有兴趣 礼拜六早上新闻点评 我再慢慢跟各位分享 好吗 欢迎各位呢如果觉得说 听完以后有意见可以用短讯的方式啊 021-2010998你发上来好不好 我会看得到好吗 谢谢大家啊 谢谢 那如果要重复看呢可以到YouTube上 顺便广告 每日一宣 每日一宣 那这个好来讲到Winston Peters 是 Winston Peters此时此刻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这个也没有风也没雨啊 突然打雷你知道 嗯 在那边有点怪 对你说云来了对不对 他他常常 气场报告下雨了打个雷 他常常都是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准备新闻的时候 也是跟同事聊嘛 我们就觉得他常常就是 秃头秃脑的 就突然宣 就是一个重磅的一个消息的感觉 但是好像有觉得 这样子比较震撼性啊 你们都有心理准备对不对 对不对 我再丢炸弹你们就不怕 我突然砰一下 对不对 你看他现在讲到 把这个杨议员这件事情 是在去年国会大选的时候 那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情 对不对 已经过了一年多 好现在把这个陈年呢 就是又拿出来 还居然说呢 杨议员这没有告啊 就代表呢 等于意思就是说他认了 有那味道 对不对 就是什么话他都说完了 对但是呢 这个又讲说呢 如果你认为啊 我们没有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啊 那你就太天真了 他这样讲 所以如果 而且还说 而且还说 而且说受到外国势力监视 不是近几年啊 这几十年 我们都是受到外国势力的监视 对 对 那指的是美国吗 嗯 这就不知道咯 对 因为五眼好像没中国啊 好了 那讲回来呢 这件这种 这种 这种声音啊 其实对移民来讲 是最不好最不好最不好的 第一 完全啊 没有营养对不对 但是会让很多 Kiwi啊 认为这个中国间谍啊 已经来到这个国家 嗯 就会像那个 当年美国麦卡锡一样啊 在那个 当时啊 怀疑啊 就是有那种二战后啊 嗯 就怀疑说有这种 共产主义的人 所以那时候抓了一堆人啊 麦卡锡主义啊 就是抓抓了一堆人 结果呢 是不是也不是 嗯 就是说你会 你会觉得说会造成 新西兰国内 对于华人的一些 觉得每个华人都失败啊 嗯 因为法国啊 最近有一项 一个文章 嗯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数据怎么来的 他说中国呢 派到全世界的特工啊 超过20万人 哈哈 但他后面有句话说 我们法国呢 才一千个派出去 特工 但中国派了20万 他自己说法国一千个吗 对他说啊 他说你看我们已经失衡了 不成比例了 所以呢我们的情报工作很危险 哈哈哈 对不对 是很表示很难过吗 他说这番话的意思 这法国媒体说啦 说中国派了20万 他们才派一千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问题啊 嗯 如果你看文森比克斯 身为副总理 又是外交部长 嗯 他的说法 对主流的影响啊 你不能说没有哦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对移民来说呢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对 嗯 那我们接听电话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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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结合文森比特斯和这个 台湾的大选 我说一点啊 好 我的看法 这个在纽西兰的政治圈啊 唯一能和民进党媲美的 有民进党的手段的就是文森比特斯 他这个对杨健这个不是典型的这种我红我黑吗 他啊 他就是在 这个有一个叫张全新你知道吗 代位怎么知道 影射是最有利的武器 他就干的事 是啊 我手法完全一样 好 我就说这么多了 好 谢谢 政治上呢 这种事情是最不好的 但是呢 是最有效果的 对不对 比如说呢 我们影射 说呢 一位这个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 他怎么样怎么样 但你不要指名道姓 对 反而是这种 在什么寒沙摄影的 是最恐怖的 对 你如果今天好说我们抓了五个十个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有实在存在 那大家也就说没话讲 对不对 你说难道没吗 就是有一年以后 让大家都会觉得草木皆兵的感觉 对 反而移民在这呢 你就很尴尬 因为你第一是华人 是 对不对 那第二呢 就像最近前一阵子有一个年轻人 要去申请AUT啊 他要独一个主要 比较尖端科技那个5G通讯 那个博士啊 要申请那个博士 都不要他 结果呢 不给他学签啊 说因为那涉及国家机密敏感 这个人是华人 华人啊 从国内要申请这里 读一个博士啊 被拒了 对不对 但严格来说呢 你说这个人是间谍吗 对不对 但是他就拒他 他情愿拒了他 就宁愿一刀子砍断 对 嗯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你请说 我前两天 或者是还有今天 听到前面阿姨说 那个韩国瑜当选之后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 就比较有指日可待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因为经过民进党 几十年的这个努力 还有那个国民党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个 呃 监督吧 台湾现在整体的民意 已经对这个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百分之七十八的人都已经不认同了 甚至年轻人的比例更高 那么这个统一的这个民意基础 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现在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还是民进党也好 不管谁上台 那么他都不敢说我支持统一 台湾国民党唯一支持统一的就是洪秀柱 那洪秀柱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被国民党内部像马英九这些直接就给拿掉了 因为他们是引毒 他们不敢说这里想独立 但是本质上他其实是想的 就现在国民党这块也是 韩国瑜说我政治上是零分 那么我拼经济 他其实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搁置了 因为他不敢表白说我支持统一 他如果这句话一出来的话 他马上这个市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现在国民党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这句话 就是说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现在对于和平统一 最大的那个换角石 那当然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和日本 日本是最害怕的 那台湾如果跟中国大陆统一起来的话 对于日本威胁太大了 那美国也是 他们两国家利益 就是说我一定不能让你统一 不管是和平也好还是非和平也好 那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现在在南海或者是说在台湾海峡的 这个武装冲突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 现在文统是不可能了 好谢谢您的观点 这位朋友讲的非常好 也非常的到位 但是你要理解民意如流水 今天会从很多人支持统一到很多人不支持统一 它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它又可能会回来 也可能会回来 不代表说永远不能返回 如果两岸尤其是在中方能够释出善意 双方又愿意真的把过去的这些意识形态放下的话 民意它会回来的 你想想看就像支持政党 一口大家支持工党 一口支持国家党 一样 所以我们也不必要太担心说 文的已经没忘了 只有剩下五的 那因为五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那是极其的悲剧 韩国瑜上台之后说了一句话 承认九二共识 而且他认为两岸之间必须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国台办看了以后也没说你说错了 国台办说对 对不对 所以和平是两岸人民追求的一个方向 就算现在没有办法用文的 那我们要努力朝文的方向去解决 不能说那既然这样咱们就干一下吧 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 那是森林涂炭 好吗 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打电话进来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听众客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下午好我是Summer 我想这些天大家对于不管是台湾的选举 或是两岸之间的关系都高度的关注 那我们也希望不断的身为媒体能够有更多的讯息带给大家 所以也希望台湾人自己当然对台湾很理解 那更应该能够仔细的去多关注台湾 那如果这个是大陆地区的朋友呢 欢迎有机会去台湾走走看看 体会一下 台湾其实并不大很小 大概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把台湾走完了 还导游 吃吃喝喝 体验一下 看一看 听一听 刚刚那位朋友讲说有一个调查 大概有什么七成的人 认为两岸问题已经没有统一的希望 这个民进党调查的时候呢 最喜欢去那个绿营的铁票去调查 真绿 各位想想看 那个结果会怎么样 所以两岸的问题 其实都是要靠大家努力来解决 对不对 就像你说的 能动文就别动文 对对 因为这个 而且天底下呢 如果馅饼呢 能够从天上掉下来 各位要知道 张嘴吃馅饼的人很多 目前你一个 一群人都张嘴 所以要努力 要努力呢 这个问题啊 两岸问题才能够解决 好吗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下午两点钟啊 空中再见了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